手机上的视频、照片、歌曲 如何把它下载到U盘上面 如何下载到内存卡上面 其实它们两个的操作方法都是一样的 首先第一步呢 需要把这些东西呢 给它连接在手机上面 连接的时候呢 需要用到一个 就这样的OTG转化线 操作第一步呢 就是先把内存卡给它插在 这个转化头上面 然后呢 把它插在手机上面 插上以后 看下上面这个指灯亮 就说明了连接手机已经连接成功了 如果想下载到U盘上的情况下 需要用到一个这样的多功能OTG转化线 这边可以插U盘 然后这边也可以插 大层存卡和小内存卡 连好了之后 然后呢 操作的时候呢 首先 打开手机上的文件管理 打开之后呢 如果想往外下载 视频的情况下 就点开这个视频 到这儿呢 就可以看到 以前录的视频 找到像样的视频以后呢 想把它打到内存卡上的时候 点击上面的编辑 然后呢 在这儿 把这个后面呢 画上对沟 然后下面有复制 点一下复制 复制完了以后呢 到这儿我们点这个内存卡 点完以后 在这儿呢 可以粘贴过来 点击粘贴 我们看 直接这视频啊 就过来了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播放 没问题是吧 可以正常播放 说明啊 这个视频已经把它 下载到U盘上面了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像这个照片该如何 把它 下载到内存卡上 其实操作方法都是一样的 在这儿呢 可以看到 照有图片 点开图片 然后呢 想要导出哪个图片呢 照片呢 就还是一样 点下这个编辑 然后呢 画上对沟 需要导的都画上对沟 如果这些呢 我都想把它下载到U盘上 那就直接啊 把这全选都可以了 选完三个以后呢 然后下面还是一样 点下这个复制 点完之后呢 直接到这个界面 还是一样啊 我们把它下载到这个U盘上面 点下这个U盘 然后呢 点下 粘贴 这三个照片呢 就是刚才下载下来的 打开看一下 一张照片 是吧 然后第二张 也有 三张 也有 都传过来了 是吧 然后在哪可以看到 传过来的照片和视频呢 在这儿有个所有文件 点开它 还是一样啊 查看 下面这个U盘上的 不是内存卡上面的东西 点开它 这是就是这四个呢 就是刚才倒过来的 无论是手机上的照片 视频 歌曲 它都可以导到内存卡上面的 然后像内存卡 或者U盘上的东西呢 也可以同样把它 下载到手机上 我们来 给大家来操作一下 首先呢 也是一样啊 先找到内存卡上这个 照片或者视频 点上面的编辑 点完之后呢 还是一样 后边画上对沟 然后呢 还是一样 点一下下角这个复制 点一下之后 然后呢 到这儿就选择手机储存 因为我们把它 要下载到手机上 所以呢 到这儿点手机 点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 放在任意一个 呃 相册 或者是自己在 新建个文件夹 都可以 我们可以把它 放在这个相册里面 点开相册 然后呢 到这儿就可以粘贴 我们看 这两个 直接都过来了 是吧 如果家里有 报废的电脑 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 把电脑上面的硬盘 给它拆下来 因为这种硬盘啊 它的容量 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呢 也可以把手机上的东西 把它下载到硬盘上 硬盘的东西呢 也可以把它下载到 手机上面 我们直接把它 扔掉的话 还是非常可惜的